现在我在中油厂那里 很多楼里都在等着被排队 有在过中油厂这里的人就知道它这里有一股那种很重很重的那种味道 哇你看那个那个人他在那个中我这样高 吓死人了 这样高 你看这个也是 带到很满很满 又高一点你看普通的就是这样小小我们那也是没有很多 然后他就是终于去里面我们卖了中油过后就是中油厂他那边process咯 这是underFGV的Felda的FGV然后那边你看到吗一张的很山的那就是他们蒸发出来的那个渣他们就丢在这里 然后之后可以做肥料咯 可是就你会发酵嘛发酵就一个很重很重的味道 然后你看到那些烟全部都不是烟来的它是水蒸气 所以他是用蒸气拱那个中油的油出来 然后就是水蒸气出来是要用的需要用很大的水 然后旁边那边就有一个水池 然后这些这个附近就是他丢这些中油渣咯 刚一个很很高的那样一两很重很重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也不多 这就是杀鸡油现在他从这个冲场刚好从厂里面出来 这里面好了就是你们煮饭的油就是这种油咯 杀鸡油是FGV的牌子 他从里面面面好了 就下去去卖去厂packing 哇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后面排队 在进去里面中油厂 后面全部至少像我看一眼过去有差不多20多辆 到大路那边去前面 现在等这个进去里面蹭 现在还没有轮到我们下大雨咯 下大雨现在不知道等下讲下去卖 在这里就是等下我们等到我们的号码轮进去里面 加进去里面了后就上那个蹭 蹭你的车几重 然后就包裹啦 蹭那个果跟那个几重 然后去到里面就丢下那个果跟那个 就是油中果 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就剩你的车的重量了 这样就知道你的果卖多少几重咯 终于轮到我们了 现在要踩最进去 现在进去了 这是它的衬 衬裏里咯 就拿这个纸来这边 给它打第一张 第一辆车上去 重量多少 7666 我发下车 75 70 这是中油厂 这里是丢谷的地方 每次在那只 丢谷下去 然后它就会grade 那个果 多少熟 多少不熟 之后它推下去 全部就可以进那个工厂里面咯 现在我们也是有这样子 再走 等一下就丢谷下去咯 我们还好我们不用一粒粒拿又白有那个 口啊 直接马上那只刀骨 就这样刀骨 就可以走了 就这样子咯 我验子来吃那个 这两句它就是负责推这些果下去 那个它的那个 它的蛋的那边 那个下面有个洞那只丢下去 然后那个 车就会送那个果进去 进去那个厂里面去 然后我们 一完果了 就排队等 下一个 他们那边进来人空了 我们就趁那个车 少还是 就是空车的重量 刚才我走过那个地上 我现在鞋子全部是油油的 走过滑滑的样子 就这样子咯 现在空车下 蹭了过后 就懂 总体重量是多少了 就这样子 蹭好了就出来咯 好 如果是你已经 有ACON在那边 你进去就可以出来了 好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拜拜 下一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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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